那當然在最近啊 重新重建球隊來看了 這個鳳凰鎮太陽隊做的是非常的成功啊 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已經重新重建了 從今年的例行賽達到第二名的一個位置 是 A-TEM OLENIC 頂了一下再出手啊 沒進 你可以看到火箭隊在禁局裡面沒有佔任何人啊 不管是OLENIC或CUSHUMER全部都佔在三分線以外 BOOKER在第一節之後啊 投進的第一個Field Goal 第二節靠著罰球拿到兩分 好 腳踩出現 而且馬上發球 A-TEM 要到了犯規 這個就有點像80年代籃球啊 你還在慢慢跑的時候球已經到底線了 特別是你 80年代籃球特別在國際比賽裡面啊 你這個球權交換了以後 你可以馬上把球交給裁判然後拿球發進來了 趁著對方還沒有趁直接的回防之前已經偷襲對手 沒錯 那在現代籃球裡面就很少看到這樣子的一些動作 A-TEM 罰進兩球75比60 BOOKER在上半場攻下了11分投進三顆三分球 火箭隊在今天的防守的張力啊 開始也慢慢的加溫了 在攻擊的企圖性也開始加溫了 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 Devon Booker給了對方一個high elbow 被吹了一級二義犯規以後所開始造成的 雖然呢這個Kevin Porter Jr.在自己本身的攻擊啊 很多的武器都還沒有開始成熟啊 他的投籃真的是不太行 可是卻在今天已經攻下15分的分數啊 沒錯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他個人的天分到底有得高啊 火箭在第一節11分之後靠著罰球拿到了5分 目前累積16分 CRISBOR邊線球 ATOM 找人 好 喔 ATOM不錯喔 轉身跳投進 ATOM真的是累積越來越多底線單打的一個能力啊 第一節才2分啊 接下來已經拿了14分了 喔 喔 Bridges 你看到他的爆發力 呵呵 如果能拿到球就出手沒有投進 好左邊底線Bridges 滑短了一些 回出來 OLENIC 準一個3分球 OLENIC還今天第一顆3分球 OLENIC 其實來到了火箭以後 表現的真的是越來越有他的水準 可能是比較多一點的上場時間也 解放了他可能在攻擊面上面的一些信心啊 好 進去內ATOM這球被撥掉 左邊底線 Avery Bradley 3分球 好不容易火箭打出的節奏 在急攻的情況下攻下3分啊 這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因為他們都沒有辦法讓對方的投籃命中率下降啊 製造長籃板然後發動快攻啊 但第三節終於發生一次啊 Braidley今天首度得分 三頭一中 欸 這球直接讓ATOM輕鬆放進2分啊 籃下兩個人不曉得在看哪裡 Pretion 1 哈哈 又調球 Pretion 1 給布克佩 help 開身 東 NFL 現在國殼再上來阻止這個犯規 阻止他的快攻 這應該是不算 再看一次 第三節八分半 再讓Atom蓋了火鍋 Clouder把球給Paul 八分二十秒第三節 Paul無空間兩分投進非常輕鬆的 他真的很懂得運用 對方對於他在可能要直接攻到籃框下面這種企圖心的一個心態 所以他拔起來中距離的時候幾乎 永遠都是空檔很少有球員可以contest到他的中距離的跳投 現在81比68相差13分 哎呀 哈哈哈哈 Jay Sean Tate 龍蝦九分還要再拔一球 Jay Sean Tate真的左手的特性在籃框附近 雖然我們一直講他這個六尺四吋 可是實際上打出的體型好像是六尺十吋一般 他真的還蠻像迷你型的PJ Tucker 當時進NBA的時候他也是被Meryl瓦齊選去 所以你看到現在火箭隊一螺框的公路球員 基本上就是公路二隊在現在場上的競爭 哎呦 Chris Paul 助攻 Atom RU Atom已經二十分了 83比71 太陽隊的先發武呢 真是越打越純熟 Chris Paul跟這個 Deandre Atom的Pick and Roll 慢慢的會形成一個 非常具有穩定性的攻擊方式 那左右又各有一個三滴射手 然後你還有單打 比如說Devon Booker 所以的確火這個太陽隊的 全隊的默契 在這個球季裡面已經形成了 聯盟裡面最好的一個攻擊性的團隊 來看看這一球 Bridges沒擺進 籃板球還有 重新再來一次 左邊底線大空檔 Bridges這一次投進了 三分球 對火箭隊來說很可惜的地方是 剛剛明明已經防守好的一波 可是因為籃板無法掌握 給了對方又一次的三分大空倒 Bridges今天投進了四顆三分球 86比73 現在太陽領先13分 在第三節6分40秒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這個教練有點眼熟 一起加油吧 自由隨選 進享八百堂專業課程 進行